我今天主要是先交费 我有两套 我今天太厚了 我连输送的都准备好了 输送的要当时的一个的一套 你好 你法官 我把这个东西已经寄过来了 上一次来过 来过是一个男同胞 他要我到区院去 我去了 他们说你这个是 他是我们宁安庭这个的领导 他是管我们宁安庭的 他可能是那个 所以你这本来 我不知道你这反正 不是我们一奥窗口所执行的 我寄过来了 寄过来了 给你们查收 收了之后你们已经收到了 但是没有给我法律维书 你那寄过来的东西 对 你查一下 我们这边 不是 已经收到了 你问那个老刘同志 他在这边弄到了 你看一下 4号收到了 你们签收了吗 不是我们1号窗口的业务 我跟你说的 那我找谁啊 是在这里签的啊 你们签字了啊 我不知道你查一下 是谁签收的字好吧 是你们这边的一个男同胞 1号窗口的啊 你看一下嘛 好不好 那我不是他 我也我也不知道 那不是 那你 那你 那你说在谁呢 那你说找谁呢 你们互相那个 总有一个说法 你要我们 上个星期 那个男的 要我到 签口区院去 我去了 他那么说 那你就去 徐义法院 我去了啊 去了他要我到 你们这来啊 但是我是给你们 寄的啊 那该几号窗口啊 你说该几号窗口啊 司法行为 我违法的这个 你这根本就没有 我们四号窗口 没有一个窗口 办理这样的 你只有去信房 那你就错误了 那你这样子 你跟我一起去 好不好 那你这今天就不作为了 我告诉你啊 那你要觉得我不作为 你可以去投诉啊 在哪里投诉啊 我要 你告诉我在哪里投诉 6568 6317 那你写的 那你把个电话 给我一下 好不好 导述那个地方写的 我们投诉电话 监察举报的电话 那那所有的 我们电话都是公开的 随便去打好吧 好 你现在你就不立案 你这个是什么呀 我这是立案庭的 我这不是来 无力取闹的呀 跟你们四号的收到了 你应该给个裁定书啊 你是寄的快递 我们收到了 我们怎么给你裁定书啊 我现在本人也来了吗 我本人也来了吗 来个第二次啊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你去寄一个快递 别人收到了 别人给你个裁定书啊 不是啊 那你按照程序啊 你收到了 你就收到你这个 那你看一下 是谁收到了 好吧 你先去网上查一下 你那个就是那个 姓黄的同志啊 他签收了吧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 你问一下好吧 你们互相这样子 这就让人家传播不透 你们究竟为了是干什么 不清楚 你们的目的是不是 对抗党中央的这个法治社会啊 你们是不是要跟习近平带着来 你就说一下 是或者不是 有案是不是应该有回复 立案不立案 因为要有一个法律标准 不立案 你有一个法律标准裁定 立案你有一个裁定 要长达一个月了 这是武汉市中心法院立案庭吧 我没说错吧 许子要你把你弄一弄箱都关掉啊 按照这个犯人 我以后在前面的 我说你的 他怎么办 自己绕这一个 有钱都安有 那我留啊 那änd面的 我给你签证 我给你签证 你签证吗 测证 邻马 詞曲 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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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从不暂停的话可以剪一开始这儿 这个剪下去然后再有一个暂停的那种 再点下去暂停 开完就点地平就做了 剪一开始就退录了 退录了 对 你这个条路是大的地方 嗯 剪一开始录然后这边会出画面 有画面就是正常 走回来试了就好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 红标开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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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来,你自己因为法律程序是这样的,你们的刑法,我现在是因为在确认你的违法行为之前,要你自己做错,做错的情况下,这是做法律程序,你应该依法的给我一个法律室所立案,符合立案的条件,你应该按了七个工作日来给我回复。 但是武汉市中级法院的议案庭,在我上一个月16年的6月29号记得,但是按照邮局查到的,和武汉市中级法院收到的,是在16年的7月4号已经签售,但是我到那个去了以后,他说已经签售了,也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七个工作日, 给回复,他要我到你们这法院来,他说他们没有做过对案类,类似的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相关规定,被申请人,应该由他的上级,不是涉案人,但是这个法律是一个奇怪的法律,但是我今天来,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有约总理事馆的认证书,公证书,来履行, 被受害人,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的财产的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但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桥口区法院,设案,违法的申请确定局,今天来是做这个事情。 我看到一些,你写的申请确定局是叫司法性文,违法的求人局,那你能够写入求人局的申请,那么你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 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一句,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受送法,和民事总法律,是哪个求人啊? 这个是你们具体是查,这是一个,按照还有国家条务法,还有这个法官法,行政受送法,宪法等相关的法律。 不是,我跟你讲,这是你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你自己去审查,这个是你的义务,举证责任倒置,按照2011年司法解释7月1号14日,确认由行政机关的被告来举证,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是倒置。 我讲违法律规定是,是执法单位,是因为你,执法单位,我要更正一下,我现在跟你讲,更正一下,是在过错单位,违法单位,但是我们的法律上面,现在我不是法,我不是专业法律人,但是我就跟你讲,按照我现在是你们,上级法院,武汉市中级法院,口头指定我过来。 我不是认为事实上面,我特别有依据。 徐从阳,何谣理。 徐从阳,何谣理。 你认为,何一个自己的问题是伟大理。 是。 徐从阳,何谣理。 你认为,我认为那些实识立案的标准。 符合立案的标准才改变,不符合立案的标准也改变,就是按照现在新型的司法解释。 但是現在武漢市中院是指定我來的,不是我,按照相關的規定有過錯單位的,指法單位的,違法單位的,他就上去法院,但是我去了,他要我到你這裏來。 他說到你這裏來,對,但是按照規定是你們現在是抓皮球,我還請你記錄一下,我到武漢市台北路檢察院,按照統計相關監督的規定,檢察機關的相關規定,我請求武漢市, 檢察院,依法的監督武漢市中級法院,不按照立案的這個相關的規定程序,給我裁印書,來抓皮球,來推託,他推託到你這個涉案的被申請人,被告,敲口去法院,是這麼一個情況,至於說你們最後是怎麼樣的,是否徐通陽講的事實,說中的申請, 是否你們自己去審查,但是我不合法律的規定,你來,但是你們,請你們把我講一話,知道,上一次我就是前天星期五到這邊來,這個李法官接待我,他說他只管一案,他不管這些東西,他說你找李廷長, 我說李廷長,我來了,知道,我跟李廷長打電話,沒人接,他說李廷長服務了,好,我今天,今天禮拜一上班,我還是七點半度,就在超過這個法院,來了。 你等一下,我還是,李廷長有一個,我會認證請你,可能需要一些,一些相關的能用,包括這些能用,有沒有一些證據來支持,這個證據是這樣子,你們是不是執行了,按外國的合法財產,我這裡有證據,來確認你們的法院消費證據,在執行緩短的過程當中,把房子,把賣房人,權利, 有,有是分建,有分建。 對,這就是,瞧我,去法院,說就是執行過程中,給你相關委,去吃吧,這是執行過程中,給你相關委,去吃吧,這是執行過程中,給你相關委去吃吧,這是執行過程中,給你相關委去吃吧,對。 对,还有法院的执行规短书,还有抢口区的法院的二审判决书, 在这四个案例的过程中有没有判决。 那你观察一下,是不是有法院的执行规短书, 是综合性的。 对。 对。 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一个事啊,你听到啊, 我跟你讲是这样子,您说我现在不是专业法律的人,但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受害的,我有权利。 那您我想问一下,请您数据员记录,重复记录。 您说没有这个,那您就给一个没有这个司法缺论违法的法律裁定书给我。 我现在是在这里是依法的送达和邮寄到武汉市中纪法院,今天表示感谢你听的,亲自在万忙当中接待我。 是,但是我现在跟你讲,我是按照律法的。 是,对,您就是给我裁定。 不是要求人,您是什么要求? 是,就是先的。 就是皇帝列战时,您认为不接受? 不接受。 不接受。 你究所您直接要求,您要用这个司法寻求别作人,这一种形式。 是,对吧? 但是在這個司法行為違法確認申請書,你是否符合你們所謂的法律程序,你給我一個所謂的法律裁定。 請你依法的司法寄達北京市豐臺區,東高地,梅園裡,九棟二十三號,收信人是徐中陽,他住址。 我今天的講話是全部的全程錄音的,但是我希望你們不要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的立案的相關的規定。 現在你們和武漢市中級法院已經違背了立案的裁定規定程序上,請你們把我的講話原始的記錄。 我還要跟您提供一下,我是今天把我的身份證,本人的身份證給你們送到了,給你們審查,你們沒有審查,在書記員庭長看過,但是沒有記錄。 但是你們只是很放心地把書記的名字寄上去,你應該是。 對,你合適了,但是我看的程序上沒有說。 這是一個,再還有一個,今天我沒有看到法官的程序上面的瑕疵,沒有給我介紹,就是立案權力法官。 對,程序上面沒有告訴我,你會信,信什麼叫什麼,你的證件沒有給我看,這個不對。 那叫,你們的執法的審判的報官,你們全部人大的審判資格的,跟相關的法律文書,證件給我看。 哦,你會要談法官人名義的證須? 對,你的資格,這個證書。 哦,你的程序上違法,我是4號寄給中心法院的,他又要我來找,按照國家的相關的,現在的規定,7個公分。 是,對呀,今天呢,超過了多長時間,對呀,請你們,今天把日期記一下。 而且,我們當了樣子,你今天來的日期,今天來的日期,今天來的日期,你長的星期,我來的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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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按照法律歷史,做彼路的相關的規定,你先要介紹你自己的證書。 你沒有,那我覺得你們法治安寶不是國家法律規定。 嗯 因为你当时来的时候,你都已经知道两个理法官,两个理法官了,是吧? 两个理法官了,对,两个理法官。 但是我不是我知道,我只是你们自己今天告诉我,你刚才告诉我的。 不是刚才告诉你啊,你刚才过来的跟我讲。 不是,他就告诉我,他是找平常。 然后你告诉我,想想的时候你也知道。 你也没有给我你的理法知识啊。 我问一下,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啊,现在才知道,在被打鼎你之后才知道你是李平常。 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 不知道你只是有一个数据,你自己可以介绍你是平常。 知道,我问了给你说你是平常。 我过去也不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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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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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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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把这个理法官,请你把我读一句话讲一下。 我说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们这个桥核法院在执行权利人乔律、徐崇洋时期的执行过程当中,请他们依法地拿出执法的依据。 有在哪里进行过评估? 有没有权利人徐崇洋和乔律签名签字清单? 有没有权利人徐崇洋和乔律签名签字清单? 有没有权利人徐崇洋和买房人徐崇洋和买房人徐崇洋的侵权。 包括买房人动用期术等一些方式作伪证、虚假证据。 我在这里提出来,对提供伪证据,这就是法的责任。 来商量将资金融入签字清单, 为何刘工的买房人徐崇洋和买房人徐崇洋。 我们质用岛前 ofalar来时总体化, 我放松红薇洋和买房人徐崇洋, 一切去切成为, 在墨房居时期的联盖了一切 Reynolds逐崇洋, 那边必然不必要质物依靠一切证据。 最后边的江户洋和买房人徐崇洋和买房人徐崇洋和买房人徐崇洋和买房。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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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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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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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